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吐槽了如此之多 但川哥还是一口气看完了这部影片 发现剧情文乱 人物呆萌实在没什么好解说的 不过剧中还是有那么几个有趣的镜头 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现代的许仙是一个长得比较一般的女孩子 她正在拍摄一部叫做《白蛇传》续集的电影 穿越而来的白素贞找到了许仙 一见面白素贞就袭击了许仙的胸部 这个时候一个戴墨镜的帅哥开着跑车来到二人面前 你们猜猜她是谁 没错 她就是传说中的法海 看样子法海这几千年混得是风生水起啊 到了晚上白素贞在楼顶偷看许仙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大长腿超短裙 高跟鞋的漂亮妹子 没错 她就是白素贞的妹妹小青 看小青折射打扮那不是当了网红就是当了小三 你一山里来的野孩子没爹没娘的 凭什么穿得这么性感啊 转场之后小青和法海在酒吧玩开了 无所不能的法海也抵挡不了酒精的诱惑 轻轻松松就被小青给吸食了氧气 后来小青把法海带到了雷锋塔 法海拿到了那口同锅之后被唤醒 真正的法海回归 可是这法海似乎有点猥琐 蛇妖 哟 这么多年没见 身材还是保持得这么好啊 一千多年 你还这么猥琐 我以为他们都把我给忘了 好了 看到这里实在是没法看了 节目全程无看点 人物塑造太浮夸 演技一点没有 故事情节毫无营养 真是可惜了这么一个好的题材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点关注不迷路 传歌带你上高速 传歌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再见 啊